來看有一個大嬸他出面 指控說他在朋友的公司的打麻糬 常常有警察槍利還對他腳來手來 就像他中心 他指他說 金鋒的執法上超過路 要求金鋒愛回失禮 不過金鋒是解釋說 那當時是這個大嬸 躺在門口 他因為說他是詐騙一團 所以這才來改他壓力 所以全程都有錄影 絕對沒有這種勃力的行為 導致這邊會痛 所以兩邊都會痛 承開三戶 辛苦都是鐵部 這名住在台南的大嬸 算是自己身上受傷的保衛 只控警方和平民動作減緩 在他沒有犯罪勵力的時候 站在他受傷 但是大嬸說 二十八月那天 他跟朋友寄過的場所打麻糬 不知道有車手機團的行為進出 聽到外面有聲音動作 是人來玩家 動盟主播 想不到是警察 把他壓著後再撞人 讓他非常不滿 我們打開第一時間 我就被壓制在地上 全身平躺地上 右手被反壓 然後呢 先被踹兩下 這個執法已經超越 不當執法超越國際標準 健康提供外面證明 丹生大嬸當時董在門口 強調當時 因有所所票來查起 柳子的水埔 所以發現這間房間搜到的 看問了後有人做動 才會用優勢的經歷來壓著 行者了後 柯林大嬸沒有嫌疑 也到三天來救救護車 不過他沒有願意看醫生 過程中 強力壓制有造成 陳南身體不適部分 有立即叫救護車到場 委員人員到場後 陳南表示已無大愛 不願就醫 警方說沒有人的行為 也強調有表面新聞 不過台上說 營店的空間 在大門口 一百公斤 從本沒有聽到聲音 沒有辦法令東 健康的作法 希望他能回事 現在王力鐵面照看 文靜憲 帶來人更報道